老妈在网上看电视剧 时不时蹦出网页广告 老妈就拿出一个小本在那儿记 我问老妈 你记广告干什么 老妈说 我得记着是哪些产品耽误我看电视剧 以后坚决不买 阿姨真是太机智了 估计这个世界能让阿姨马上掏钱的广告 还没有拍出来呢 阿姨思路清晰 能不能把广告名单翻火一份 回头我也不买 伯伯呀 这我就要批评批评你了 明知道阿姨喜欢追剧 你做儿子的 就不能给阿姨通过会员 免广告吗 也没多少钱对吧 下回家庭聚会的时候 你妈也可以向亲戚朋友 勋啊勋啊儿子是多么的贴心啊 这个说到家庭聚会啊 那对于咱们栏目的花儿凤同学 可以说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舞台了 一起来看看她是在朋友圈怎么说的 家庭聚会亲戚问我 找对家朋友 我很机智地默默寻找 他家小孩 然后亲切地问 考试考多少呀 要知道痛苦是需要转移的 小孩说 叔叔我考了第二 对了叔叔你有女朋友吗 对 来自熊孩子的深深鄙视 想起了小时候 被问考试成绩的恐惧 让你瞎转移吧 这下被人家小孩子给对了吧 可惜这种痛苦是完全体会不到呢 但是看起来还是蛮心酸的样子啊 竟然被一个小孩子给挑衅了 你大人不记小孩过啊 是吧 下回带个女朋友过去 是不是 他自然就戳不到你的痛楚了 好 好 好